焦哥今年五月当了新手爸爸 每天都会在脸书 跟大家分享 你们可爱的模样 还特地选在玉米出生的数字 5点19分 每个细节都藏满爱意 不过二号焦哥主持 李玉玺新专辑记者会 当他说起自己前段时间 因为心情忧郁 却无人可说话 焦哥竟然语出惊人 我觉得这种事情 你很难跟身边亲近的人讲 那你可以讯息给我啊 我没那么亲戚啊 你可以敲我啊 但我就不知道怎么讲 而且我怕麻烦 不会啊 那资商是我付钱 他就得停啊 你还是可以付我钱 我还是会收 那你可能更贵啊 不会不会 你已经贵了 你还要养个奶粉钱什么 我就是想要逃避奶粉跟奶皮 我就可以跟我太太说 玉玺找我了 OK好 这样我知道了 玉玺有重要的事情 你自己带孩子 我去求你一下 互惠的概念 对啊 你没事就敲我嘛 我才有理由去离开庙部嘛 懂了 好 这一段希望耿如先不要看到啦